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在荃灣試了兩間茶餐廳 一間比較傳統、舊式 我相信它有幾十年歷史 因為我在荃灣也住了二十多年 其實很久以前我已經見這間茶餐廳在這裡 但門面裝修比較舊式 我很少光顧 因為我自己也是怕太舊式的茶餐廳 怕它比較髒之類 但我又見到有很多人幫襯 所以我今天想試一下 進來又覺得是OK的 衛生程度是OK的、乾淨的 而桌椅也不是那麼殘舊 只是它的形式比較傳統和舊式 而它裡面的食物質素也是好的 今天是公眾假期 其實今天是佛誕 然後我們到達這間茶餐廳的時間是下午的十二點多 是正午的時間 我們就叫了兩個人 我叫了一個特餐 我可以叫兩個菜 然後配個通粉 有杯飲料 因為凍飲料加3元 原本熱飲料是43元 我叫了這個 有一個辣沙爹牛肉、煎雙蛋的通粉 配一杯凍檸茶 就是46元 還有這些食物質素是OK的、好吃的 還有看到它的早餐牌 其實都差不多是三十幾、四十元左右 還有看到其他價錢 我的感覺就是 雖然它是一些比較懷舊、舊式的茶餐廳 但是它裡面的食物質素是OK的 而且價錢也不是特別便宜 不過我覺得午市來說也算便宜 因為午市可以叫個飯都是四十多元 就是這個是吉列豬扒飯 看外觀就沒有什麼 外觀就好像不是特別漂亮 因為它沒有什麼特別裝飾給你 但是吃下去這個吉列豬扒是新鮮熱辣 而且陳皮很薄、很脆、很好吃 其實它的位置就是在荃灣路德圍附近的荃興徑 還有21號地下 還有這裡也有很多小食或者很多食肆 另外到我下午茶時間 我就來了一間比較新式的紅豆冰室 它在千色匯地下那層 還有這間店都是新開無奈的 但是它是很新式 還有很多人光顧 有很多時候我也看到 所以這次就進來試一下 由於它的下午茶是可以去到六點之前的 所以我們也是叫下午茶吃 這個時間現在是大概四點多五點左右 去下午茶就是六點之前 所以有些人如果六點之前可以吃到的 其實已經可以當晚餐了 因為它也有一些炒粉麵或者乾炒牛河之類的 都可以當晚餐的了 它是五十多元 如果你晚上六點之前來吃 五十多元做晚餐其實也算很划算的 我覺得一般來說 現在很多茶餐廳的早餐都是四十多元 因為很多時候如果太便宜 可能它們也很難生存 還有看到它的餐牌裡面 就有些叫做 all day breakfast 那些或者是all day meal 那就是69元 有很多那些腸仔或者是炸魚柳之類的 而它的午餐好像在這裡相對貴一點 因為它那些午餐 它是沒有一個特別午餐 看它的餐牌裡面 就是你要叫飯 或者是叫一些小菜 然後它就會配飯、配湯、配飲品 就是有了 我覺得午餐去這裡相對應該貴一點 但是下午茶餐跟今早那家康樂茶餐廳是差不多的 都是這樣 比如我就是叫了一個吉列魚柳配沙律 有杯飲品 我就叫了熱奶茶 就是四十五元的 就是這份餐 它的食物質素也是OK的 因為炸的東西全部是熱辣辣 剛剛新炸出來的 我為什麼開這個櫃桶給你們看呢 就是因為剛才看到一些叉和匙巾在桌面 我發現沒有刀 然後原來就是在旁邊的櫃桶 拉開就有很多刀、筷子、鹽之類 這個是炸雞腿餐 那些雞腿一切開是熱辣辣的 所以你要小心點吃 那個沙律基本上是雜果的沙律 應該是罐頭的沙律 罐頭水果的沙律 但是雞腿就熱辣辣 其實那些質素呢 我覺得香港現在很多地方吃東西 那個質素是OK的 那是價錢大家都覺得貴了少少 但是我覺得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要生存 如果做得太便宜 很多時候是生存不到的 還有這間茶餐廳 如果你臨尾去買單的時候 就是你拿那張單去買麵包 是可以減兩元 所以就剛剛買了一個菠蘿包 這個菠蘿包都很大 原價就九元 但是我們在這裏吃東西 拿那張單去減兩元 就變了七元 那好吧 今次我比較了兩間茶餐廳 一間是懷舊一點的 一間是新式一點的 那發覺其實他們價錢 就下午茶餐其實大家差不多 那是午餐的時候就有些分別 那不過我覺得 我們都要多些去支持本地消費 因為我們生存在香港 其實我們都應該要支持一些本地的食肆 如果不是呢 間間收拾了的話 其實我們將來就沒得好吃的了 沒東西好吃的了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裏了 那如果我喜歡這條片的 就like share和subscribe個channel 我們歡迎你們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看到這裏玩家 以後